在限聚令下, 連封四天 不過也不能約一大群朋友 出去唱棋吃飯 不用工作, 我就乖乖地留在家裡 你呢? 你現在就上班, 又留在家裡 做功課 行山, 紅梅谷的飲水道 對, 就少一點人 對, 過這段路比較少人 朋友就少約 夜餐 夜餐… 雖然旅行、唱棋、健身、打球 通通都不能去 不過香港連續14天 沒有本地確診個案 看來也有望5月7日放寬限聚令 到時大家最想去哪兒呢? 去玩, 去旅行 去香港, 到處找東西吃 做Facial, 找朋友聊天 都是跟家人吃飯 跟朋友很久沒見的朋友聚一下 吃糞便, 起碼人家可以做生意 球場, 主要都是 運動場有些開放都會去做運動 看電影, 會看電影 是… 是… 心情也希望他快點解釋 對, 興奮… 可以家庭聚集 當然開心, 他們最開心 是, 為什麼呢? 去哪裡玩?可以 出去…多點不同地方 可以找朋友一起玩 很想玩, 可以玩 整個月沒有開門的戲院 都陸續被市民在網上 預售電影戲票 最早的場次在結束限聚令五天之後 就可以看了 接下來如果真的放寬限聚令 母親節就可以約媽媽和家人 一大群人一起出去吃飯 那就不用再隔兩米來聊天了 現在很多客人都在觀望 政府會不會放寬限聚令 因為如果放寬了 他就訂桌吃飯 如果沒有放寬, 就可能回家吃飯 今年的訂桌對比上年度 如果正一計, 上年度接了79張 今年接了13張 進度跌了84張 七成以上都是10位以上的訂桌 一般來說, 如果超過4位以上 我們都分桌會坐 即是母親節一直都有套餐 你們也有準備嗎? 有, 6位, 12位都有 未推出, 要視乎限聚令 有沒有解除 甚至放寬之後會有12位以上 甚至乎8位或10位 我們針對性再作出部署調整 有專家說 支持逐步放寬限聚令 但是市民也要繼續保持警覺 大家都很緊張 那些限聚令是否真的應該取消 我也覺得應該重新檢視 但你一步取消了, 有很多危險 應該先考慮內部經濟活動 和社交活動 為什麼不可以看電影? 是嗎? 是可以看電影, 戴著口罩 看電影, 你只要不吃東西, 不喝東西 不要吃泡菊, 不要喝汽水 其實你看起來很安全 當然還要做手衛生 所以我覺得很多社交活動 其實都可以開始 第一場戰役 我們算是打贏了 第一場的 現在進入一個休戰狀態 我們必須要對接下來第二波 可能在冬天的疫情 作出所有的準備